第一主力交锋就是朱宇玲对舞阳 从平时的战绩来看 朱宇玲可能胜得要多一些 但是舞阳呢毕竟他年龄上要大几岁 作为27岁的老将 他这个经验还是非常丰富 朱宇玲的优点就是 他不仅手感比较好 而且他爆发力很强 就是这个杀手锏 这最后的一板 这个力量非常大 所以这样呢他就具备了一个 或者是俩人耗也可以 或者抓的机会 发力也可以就选择比较多 另外就是朱宇玲在防守上也比较不错 像舞阳这种反拉反攻 如果他能够处理好的话 就是防守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现在形成拉弓 然后突击 大家看这个球的力量很大 高调 又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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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宇玲呢是比武阳小六岁 今年是21岁 加油 但是他已经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 比如2015年 苏州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女子双打的冠军 2016年也就是今年基隆坡世界锦标赛 女子团体的冠军 漂亮啊 这支是舞阳 朱宇玲 朱宇玲这么大的力量反而打不死 一旦有机会的话他就会反拉 转 转 你看这几个球的处理 可以看到 21岁的这个小将朱宇玲 是非常的成熟 心中有数 你看他这防守的时候 这个身体非常柔软 说明不僵硬 通过他的防守和控制 现在破了舞阳的这个反攻 舞阳的战绩呢 特别是2016年 在德国公开赛 拿到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另外在2013年 世界杯团体赛获得冠军 女子单打获得亚军 在冠军 means that 会有词 孟非 联军 哦 女儿 有组 那 工 这样 我们在冠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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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刚才是一个无位失误 但这个球呢 看起来容易 其实也有很大难度 这球的落点打得非常好 所以说一个球的质量高 就是落点速度力量旋转 弧线几个要素的结合 朱玉玲这一段主要是靠节奏 忽慢忽快 飘忽不定 这个对肖球的威胁很大 好 谢谢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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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您可能刚刚打开这个电视机 或者是转到我们第五频道 现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 2010年中国平朝联赛第五轮的比赛 整个比赛是采取了主客场制 一个队和另外九个队打两次 叫双循环 现在是第一阶段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 胜的队可以得5000元人民币的奖金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在前边 在前边三盘的比赛中 目前山东鲁能队是2比1领先 分别是朱宇玲战胜文家 武阳代表山东骑鲁交通 3比1战胜顾若晨 打成1比1以后 在双打比赛里边 山东鲁能的李小丹和顾玉婷 战胜了2016年的 全国锦标赛的双打冠军 就是陈兴桐和文家 这样他们2比1领先 现在是第四盘的 第一主力的交锋 就是朱宇玲和武阳 如果朱宇玲取得胜利 那么山东鲁能将以3比1 战胜山东骑鲁交通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 武阳他可以看到打宵球 他性子砍着比较慢 比较稳 而且他的主要特点是有韧性 能熬得住 另外一个在进攻上 他反拉的能力很强 特别是对拉能力 在正手削球 他削得非常转 反手有一板拉 也就像侧用力的一个球 这个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这个球很转 朱宇玲这个球打得很巧妙 轻轻地拖过去 这就是轻重力量的变化 如果你一味地重的话 体现不出重 是因为你的轻 对方影响到他了 所以你再重的时候 就显得这个力量很重 就起到作用了 漂亮 你看朱宇玲现在 他这个反复搓 这就是变化 其实各种打法都可以 关键是赢球就行 所以当五阳进攻不强的时候 他如果搓的话 那比拉的付出的代价要小 拉起来 五阳就这个突然地反拉 具有出奇兵的效果 这下启动非常快 从慢节奏突然到快节奏 大家看这是慢的 快了 这也很厉害 所以这个朱宇玲刚才说展示出来 打销球的几个方式 他都用了 比如开始是稳拉 拉动突击 拉掉结合 现在是搓搓搓突然一下 这个起板 打得你退不出去 包括在 又来了 走 如果朱宇玲打到这个程度的话 五阳是很难招架的 今天是五阳的主场 也就是山东奇鲁交通的主场 这是在济南 你看朱宇玲这个防守非常好 漂亮 这球打得非常完美 慢的 快的 突然在进攻中 突然防守的时候 所表现出的那种镇定 所以21岁的选手 朱宇玲 已经成为了中国平方球队的一个主力弄员 漂亮 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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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 朱宇玲是11比7先生 现在是第二局 这次的平朝联赛 在两个多月的这个比赛中 可以说是集中打 对于联的这个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他们要长途的跋涉 在主客场之间 那第一阶段 就是采取了这种 双雄环的办法 十个俱乐部 一个俱乐部和另外九个俱乐部 进行两次的这种交往 一次是主场 一次是客场 然后呢 根据胜率 最后你打了18 18轮的比赛之后 根据你的胜率来决定 你是不是来进行夺冠 如果前几名的话 那么就应该到夺冠组 然后集中一个地方 来进行最后的冠军争夺 漂亮 要想过舞阳这个关 很难 刚才这一板中路的防守很到位 反拉 舞阳和其他小球选手不同的就是在反拉的过程中 他这个反应速度很快 你看就是上手的是一瞬间的时候 他突然的就会发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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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洋的正手是反交 反手是生交 长交 所以他两面的性能不同 这样就给对方造成一种混乱 一般业裕选手比较怕长交 但专业运动员就不太怕 主要的原因是长交 他不能主动搞旋转 好的 所以长交不能主动搞旋转 就是说他想转想不转 他自己控制不了 是根据对方的速度和力量来决定 如果对方力量很大 那你过去的球肯定是特别转 下旋的 如果对方很轻 那么你这个球也不会太转 也加不了下旋 但是长交就是你越转的时候 他往往反旋转 你是特别下旋 他过去就变成上旋了 所以业裕选手很难理解 他这个玄交长交的特性 漂亮 在第一局 朱毅林是11比7取得胜利 现在是第二局 漂亮 你看朱毅林这个应变非常好 武阳也是打得也非常到位 中路漂亮 又来了 在这种快节奏的过程中 武阳连赢三分 这样以11比8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一分 观众朋友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双方第四盘的比赛 这两个队 一个队就是山东 齐鲁交通乒乓球俱乐部 这个队是刚刚在今年 刚刚进了这个平朝联赛 这个齐鲁交通也是 我看整个公司的实力 非常强 他们是有200个亿的资产 主要是负责山东的 这个交通的一些重要的建设 那他们呢 搞了这个乒乓球俱乐部以后 我想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同时也支持了乒乓球 山东鲁能呢 它是很早了 2000年就注册了这个鲁能体育 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是鲁能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像大家看到张继科 就是他们鲁能俱乐部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鲁能俱乐部 好的 再来 你看武阳在进攻的时候 真是有那种感觉 这个急如脱脱快 连续上来就是非常快 平时削的时候呢 又很柔很慢 这种快和慢 造成了一种突然性 机会 刚才呢 这个朱毅玲啊 在打这板高球的时候采取了这种扣杀的办法 就是击打加摩擦 高调弧圈 连续高调弧圈 而且它这个球拉得比较柔 吃上劲了 转了 再拖一板 拉起来 前冲 就是刚才是慢拖 然后高调弧圈 前冲弧圈 再加上放短球 这几种变化 实际最终 采取这种突然性 增加突然性 特别是在这个 削球手的纵向运动中 向前和向后 这个它不好动 所以让它退不出去的时候 打它这个 就是突然性 高调弧圈 这球难度不大 但是由于呢 一直是在攻和削 所以突然来一下的话 就不太适应 加油 加油 讓我們再來一點 盧陽 加油 加油 盧陽 崔玉琳今天在比賽中 特別對文家發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拉起來 放短球 出了好幾個這個問題了 都是這個勁網比較高 然後可能猶豫了想撇一下子 前頭已經有這麼一個球輸 這都非常可惜 無謂輸 這個朱宇玲心裡很著急 不斷地敲擊球台 現在雙方進行的是第四局比賽 在第一局呢 是朱宇玲11比7勝 第二局呢 舞陽 11比8 返回一局 第三局呢 舞陽是11比6 11比6又贏了一局 現在進行的是第四局 現在舞陽2比1領先 漂亮 啊 舞陽的這個反攻啊 非常的漂亮 剛才反攻呢 首先從反手發動 大家注意 反手壓一板 緊接側身斜線 5比5 5比5 這球打得比較高級 這也沒有像自上而下的一種扣 但是為了保險起見 大家可以看見他把這球裹住 裹住以後 讓它往外轉 反拉 再來 啊 現在球打到這個程度 可以說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境界 首先一個呢 就是這個 你想像不到他要幹什麼 啊 以為他要削 但是舞陽呢 反過來 削一板 拉一板 啊 這種不斷的上旋和下旋的轉換 就給這個對手造成了很大的一個壓力 啊 儘管你知道旋轉變了 但是你有時候手跟不上 啊 這反手猛的一抽 這個球也很厲害 衝一板 擺短 拖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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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拉 啊 這個球舞陽就是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對方的變化 啊 剛才呢 他拖一板的時候 如果你這時候知道他要拖的話 馬上側身打他 而且打完以後 給對方施加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啊 就對方不能輕拖 只能拉 只能使勁 這時候他的命攻率就會受到影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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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了 漂亮 現在舞陽給注意靈帶來了非常大的壓力 這種壓力就是一旦你的質量不高 我就拉你 而且拉得很重 威脅很大 所以逼著 啊 注意靈就必須要高質量 那麼在高質量的過程中就造成失誤 好 我的確認詞 跟風 加油 加油 加油� 3 加油 現在比賽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刻 加油 现在作为齐鲁交通俱乐部的武阳 目前在前面的四轮比赛中 都是四胜四负 势不可挡 目前是排在并列第一位 武阳在前面已经战胜了顾热臣拿到了一分 朱玉玲在前面战胜文家也拿到一分 但是第三盘的双打是鲁能取得了胜利 就是李小丹和顾玉婷战胜了陈兴童和文家 其实陈兴童和文家是2016年的全国锦标赛冠军 这盘输的是比较可惜的 那么现在到了第四盘 如果朱玉玲取得胜利 那么山东鲁能将战胜山东齐鲁交通 好在比赛的路还很长 主场客场一共18轮比赛 这刚刚到第五轮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阳准备反拉 这种反拉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有了这反拉的架势 才给对方施加了一种很大的压力 在他处理球的时候他就比较紧张 漂亮 这个侧身抢拉的这个球非常的好 这样取得了这场比赛 这局比赛的胜利 那么双方在前面的四局就打成了2比2 紧接着要进行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 第五局决胜局根据2016年中国乔房球纪录部超级联赛的竞赛归程 将采取七分制 谁先到七 谁将取得比赛胜利 所以这开局就显得非常重要 国家队两个人都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所以他们经常会做这种训练 就是在第五局一上来就打的这种训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决胜局的比赛中 他有他的规律 进入状态要快 拖起来 注意灵这个拉球很有记性 你看他这个轻拉的时候 也能吃住球 感觉到这个弧线掌握也有 但是那球非常稳健 又来了 你看这节奏放得很慢 向前前冲 再来再拖一板慢了 结果舞阳侧身抢拉的时候没有打到 所以舞阳这种球还是很有把握的 往往就是说由于这个比赛出于关键时刻 运动员往往就由于这个比赛非常关键 所以这个心态不一样 所以球的准确性就会有变化 再拖一板 漂亮 这球打得好 这个他没有连续拉 而是采取了一个扣杀的办法 就是以击打撞击为主 然后再加摩擦 刚才看到老教练周肃森 这个坐在那也显着 这个压力很大 周志导带着这个队已经四战四截 现在可能是遇到的第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目前是一比二落后 这也是一个不该输的球 通常说决胜局 特别是七分的比赛 重点是开球 现在开球不好 注意零四比零领先 可以说是大局一定 这种情况要想追回来就比较困难 反了 漂亮 不管怎么说 在开局是零比四落后 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结局 这应该很好的总结 就是如果说在一开局的时候 能够打得稍微接近一点 那么后面的机会就多得多 反了 漂亮 注意零在决胜局的表现非常好 手不软 质量很高 而且攻守兼备 漂亮 吴阳加强反攻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刚才一上来不是0比4 是1比3 那现在情况就马上不一样 武阳的进攻能力非常强 刚才这几球实力 朱玉玲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准备让武阳反攻 在这个 就是在有准备的情况 仍然防不住 这个可想就是 明知要挨打 但是他防不住 说明武阳的攻势 还是非常强 5比3 失发球了 这样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一开始是0比4落后 现在还是差4分 6比3差3分 越是到临近胜利的时候 往往运动员这个求胜心切的情绪就比较多 或者到了紧张的时候 自己的紧张度会增加 这样影响正常发挥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开始打得好到后头就打不好 就是这个原因 武阳连续赢了两分 在关键时刻 这样还相差 还相差一分了 在0比4落后的情况下 能追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简单 现在武阳发球 朱毅林把球挑起来 武阳拉起来 高调弧旋 连续拉 再削一板 朱毅林拉中路 大板子 漂亮 封回去 再来 结果功亏一筷 但是今天武阳打得非常顽强 这样朱毅林就以3比2 险胜了山东骑鲁交通俱乐部的武阳 为骑鲁交通俱乐部 呐喊助威 在队场的同时 照顾好身边的老家和小孩 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 我们依旧希望所有的球兵 能够来到赛场 为骑鲁交通 呐喊助威 这样山东鲁能队 就以3比1 战胜了山东骑鲁交通俱乐部 不忍耐了山东骑鲁交通俱乐部 不忍耐了山东骑鲁交通俱乐部